哈喽大家好我是凯奇欢迎来到我的视频 那么在这期视频当中呢我将会为大家讲解一盘有可能是国际象棋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盘对局 那么为什么说有可能呢 那么是因为啊在我们录制视频的这个时间点上 这盘棋呢产生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的凸显出来 那我相信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盘对局的这个结果啊 那么在国际象棋整个的历史上将会逐渐的显示出它的作用 所以呢我把这一期的视频叫做有可能啊 是国际象棋历史上的最重要的一盘对局 那么这盘对局呢就是在2022年西班牙举办的世界冠军候选人赛 最后一轮丁丽人直白迎战美国日益骑手中村光的一盘对局 那么为什么这盘棋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盘对局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慢慢来揭晓 那么首先啊我们在进入到这盘对局的正局之前也先来打个广告 那么这盘对局呢同时也收录到了我最新的一门叫做 你必须知道的20盘经典对局的课程当中 那么在这系列的课程当中呢我将为大家带来20盘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推动国际象棋历史和进程的20盘的对局 那么这20盘对局的这个选题的时间跨度呢达到了200年 那么也就是最近200年国际象棋的这个现代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20盘的对局 那么我会把这个课程的链接发到我们的屏幕下方的这个聊天板上 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进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话说回来啊这盘2022年的这个世界冠军候选人赛 最后一轮的比赛啊 那么丁丽人呢直白是迎战了这个呃 呃现在可以说是国际象棋世界第一网红啊 那么也是这个呃目前啊据报道媒体报道是国际象棋历史上赚钱最多的一名棋手啊 除了下棋得奖金之外 还因为这个搞网络直播啊这个狠赚了一笔啊 那么就是美国的这个日益棋手中村光啊 那么这盘对局呢是2022年世界冠军候选人赛最后一轮啊 那么当时的这个比赛形式呢 是俄罗斯的涅波米亚齐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冠军啊 那么我们都知道世界冠军候选人赛的第一名 可以向这个世界冠军在第二年啊 向世界冠军发动这个挑战的啊 那么这个争夺第二名的这个比赛 这一盘对局为什么非常重要呢 那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说起了啊 那么在这个对局最后啊 丁丽人呢是直白立刻了中村光 并且呢获得了第二名啊 但是呢在这次比赛之前啊 世界冠军卡尔森就曾经表态说 他不一定参加2023年的这个世界冠军对抗赛 也就是说呢根据国际棋连的规则 如果未免冠军不参赛的话 那么呃也不能没冠军啊 对吧也不能没有世界棋王啊 所以我们将会这个根据国际棋连的规则 那么世界冠军候选人赛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将会这个 将会争夺世界冠军的头衔啊 那么所以呢在当时的这个比赛情况下啊 卡尔森呢虽然是公布了他不可能 他极大不可能去参加这个世界冠军候选人的对抗赛 但当时呢还是一个非正式的一个放风啊 但是呢到了2022年的7月中旬7月底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信息就放出来了 卡尔森的确定不会参加这个世界冠军候选人的对抗赛了 那也就是说呢正是凭借着这盘棋的胜利 丁丽人呢力压了中村光 获得了第二名 那么中村光的获得了第三名 那么第二名丁丽人将会和第一名的涅波姆尼亚棋 在2023年展开争夺世界棋王头衔的这样的一个 呃世界冠军地方赛啊 那么所以呢这盘对局啊 我们今天要来讲解的这盘对局 将会产生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 那么顺便说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截图的 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一个新闻报道啊 那么丁丽人赢了这个赢了中村光之后啊 他的这个奖金啊 第二名的奖金是三万六千美元 但是不是美元啊 是欧元三万六千欧元啊 那么大概应该是乘以几啊 目前应该是乘以七吧 大概是乘以七或者乘以八 我不太清楚 大家可以把这个欧元的比率 呃打到屏幕下方的聊天板上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帮丁丽人算算账啊 但是这个三万六千欧元啊 还不是整个的全部的奖金啊 那么因为呢这一次的赛制 有一点点不同 为了这个国际棋连 为了呃这个 让对局更加的精彩 让比赛更加的激烈啊 这个奖金呢是分成两段制的 那么首先呢 获得名次啊 当然前这个前四名就会有一些奖金啊 那么固定的奖金 比如说丁丽人 第二名固定的奖金呢 是三万六 呃三万六千欧元 同时呢 按照分数啊 也会有这个 呃相应的奖奖金啊 那么最后丁丽人是拿了八分啊 那么那其实等于说是每一分的话 就是七千欧元啊 那么最后呢 加上这个八分啊 那么是获得了五万六 呃欧元 那么最后两个两项奖金相加 他这一次比赛呢 就可以拿到九万两千欧元啊 那么也是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收入了啊 那么呃 呃我们呢 现在呢就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这一盘对局啊 是怎么下的 那么在这盘比赛之前啊 中村光啊 实际上是领先丁丽人 我记得应该是半分的啊 领先丁丽人半分 也就是说丁呃中村光这盘棋 只要合棋就可以锁定第二的席位啊 那么直白的丁丽人必须要赢起 才能够拿到这个第二名啊 那么但是呢 当时就像我所说的 对于这个卡尔森是否参赛啊 情势也并不明朗 那么但是相信直白的丁丽人 肯定是想要力争这个取胜的啊 那么丁丽人呢 在赛后的采访当中啊 就透露过说 他认为中村光的这名棋手呢 是长于战术 长于小战术 长于计算 长于复杂局面 但是呢 短于这种战略性大局观的这个局面 所以呢 我们会看到在这盘对局当中呢 丁丽人也是尽可能的扬长必短啊 那么想要把局面引入到一个相对局面对称 但是呢 没有特别多复杂计算的局面 也就是说呢 引入到这个中村光不擅长的局面当中啊 那么从最后的结果上来说啊 那么他是成功的了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盘对局是怎么下的 那么在这盘对局当中呢 丁丽人直白第一步走了 第四 黑棋马F6 白棋C4 黑棋E6 白棋呢 跳马到F3 黑棋D5 白棋马C3 黑棋呢 冲冰C5啊 那么到了这个最近这几年啊 那么塔拉石防律啊 这个C5走完之后 叫做塔拉石防御 慢慢慢慢的在超一流起手当中啊 变得越来越火热 因为呢 很多变化啊 那么表明黑棋在这个变化当中可以 如果记得住很多谱的话啊 那么走得比较精确的话 可以获得一个非常非常近似于 核棋的一个军事的局面啊 所以呢 这也是非常多的超一流高手 在自己的比赛当中 愿意采用这样的一个下法 来对抗白棋的后兵体系的 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那么在C5走完之后 白棋的主变呢 是走C吃D5啊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无论是马吃D5啊 或者是直接C地 都可以形成令白棋比较头疼的 一个呃 强制的局面啊 从而获得一个比较军事的一个 虽然被动 但是比较军事的一个容易合棋的局面 那么所以呢 在这盘队局当中的 丁丽人呢 没有进入到这个开局呃 主变的这个理论的较量当中 而是选择了冰道一三啊 形成一个相对平稳 但是呃 对称的一个局面 但是白棋能拥有微小的先行之力 对局当中 黑棋马C6 那么白棋呢 冲兵A3 A3这部棋呢 也是普招啊 那么先保持中心的紧张 然后来观察黑棋 看看黑棋呢 要怎么动 然后呢 白棋再来决定 是否形成呃 自己想要的这种兵型的局面 那么在A3走完之后呢 黑棋先行表态 DC吃掉 白棋呢 向施C4啊 那么有点转成了这个 后翼气兵 吃气兵的这样的一个 类型的局面 那么黑棋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A6 那么白棋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选择了向D3啊 那么向D3这部招法呢 实际上呢 从这个开局的理论上来说啊 并不能够给白棋 带来很大的这个优势啊 但是呢 这部招法呢 可以呃 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 相对稳健的一个局面啊 那么所以丁丽人 在这个局面当中 退向到D3啊 那么黑棋 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走了兵到B5啊 直接冲兵B5 扩展自己的后翼的空间 准备呢 把相放到B7去 也是可行的一部招法 那么或者呢 黑棋在这直接CD交换 也是可以的 那么在CD异地之后 形成了白棋的中心孤兵啊 那么当然不能马第四啊 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时候 还想走马第四 请你立刻关掉视频 不要再看了 因为你现在的棋力 恐怕还看不懂 这样的一般高深的对局哦 相比武走完之后就抽后了 所以这个兵是有毒的兵啊 肯定不能吃的啊 你看了视频 如果要是在比赛当中 再这样走的话 那肯定有点说不过去了 那么在CD异地之后 形成了一个中心孤兵的局面啊 那么黑棋 比如说在向一棋 短一位 由于白棋的向 已经回到了第四 白棋呢 第三 白棋以后就少了很多 这种第五冲兵 打开局面的这个走法 黑棋的局面 还是很稳固的啊 但是呢 在这盘对局当中 向第三走完之后 黑棋呢 走了兵到B5啊 那么白棋DC吃掉啊 那么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对称的局面 向吃C5 B4抓相 向到一棋 短一位 白棋先走了短一位 黑棋呢 向B7 白棋呢 上向到B2 黑棋短一位啊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局面 极度的对称啊 想要获得一些优势的话 呃 作为白棋来说 想要扩大自己的优势的话 是非常非常难的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这个丁丽人啊 当然他也是有备而来啊 就是想要走成一个 没有那么多战术 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局面 这样的话呢 这个中村光啊 中村泰军的这个 呃 擅长计算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啊 就有点发挥不出来啊 让对方有劲使不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么在对局当中呢 丁丽人选择了马一四 跟对方直接进行这个 中心马的交换啊 那么打开自己的两条斜线的线路 那么在马一四走完之后 马吃一四 向吃一四 黑棋呢 走了兵到F5 直接封锁住哦 白棋的这个白个像 那么白棋呢 回向到B1 准备呢 随时向A2 然后去威胁对方的这个E6兵 那么对局当中 后吃第一 换后 车吃第一啊 那么车F第八 向到A2 往到F7啊 到目前为止呢 双方走了17步棋啊 但是黑棋应对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应该说这个局面 是非常对称的一个局面啊 那么也是无限接近于合棋了 但是丁丽人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依然走得非常的精准啊 给对方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对局当中呢 丁丽人走了兵到H4 两个目的 第一呢 开一个窗户给自己的王 让自己的王呢 将来可以快速的 这个参与到中心的战斗当中 并且呢 冲兵H4 然后随时威胁走马G5 然后想要通过用自己的马 换掉对方的像 获得自己的双向优势 并且呢 打破局面的 这个相对平衡的 这样的一个态势啊 所以H4 很不错的一步招法 那么那卡姆拉呢 当然也不能坐视不管 对局当中走了H6 守住G5格 那么白棋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又走出了一步 非常的能够给对方 制造威胁的一步招法啊 车DCE 那么看到这儿 有些观看的同学 可能会有点奇怪 为什么在这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跟对方抢占地线的这个车 反而移开了呢 这是因为啊 我们走车C1之后 有两个这个原因 第一呢 我们是很明显的要车C6 对方向C6的话 我们就可以马E5 将军的同时啊 抽掉对方的像就多子了 第二点就是 如果你要是走车AC1的话 那么黑棋呢 就会车吃D 强制给你换掉 那么越换子力 在这个局面当中 对于白棋来说 迎棋的希望就越渺茫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的 丁丽人呢 在黑棋H6走完之后 不想跟这个 黑棋进行过多的交换 所以呢 车C1避免地线的交换 反正对方的车暂时也进不来 而且我们威胁车C6 那么在这儿的时候啊 这个中村光呢 走了一步 应该说是 也是OK的一步招法啊 但是呢 从这个整个的大局观上来说 这步棋呢 我觉得不是我最喜欢的招法啊 那么虽然电脑在这的时候 也同意中村 中村光 宇宙第一国际象棋网红的 这样的一个走法 但是我觉得这步棋不太好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看一看 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在这的时候呢 我是觉得 呃 黑棋比较好的招法是应该走向导F6 但是呢 中村光走了向导D6啊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啊 这个局面向导D6和向导F6 其实都是守住E5格 不给白棋车C6 然后再马E5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呢 我觉得向导D6在这条斜线上啊 其实并没有什么 它的太大的作用 而且呢 挡住了自己的地线车 从这个局面的角度上来说呢 有点这个呃 自己的向和自己的车开始有点打架啊 那么向导F6 可以更好的去守住E5 并且呢 跟白棋的B2向可以进行一个交换 这样的话可以减缓自己的局面的压力啊 但是中村光没有这么走可能的原因啊 就是因为他觉得可能是啊 换完这个向之后 自己的C5格会有点点弱 并且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呢 也会有一些呃 比较呃 强制的变化 让自己的车呢 走到C7去 啊 比如说白棋在这的时候呢 可以马 可以考虑马到D4 跳马 然后去动摇对方的C6嘛 那么现在黑棋只有马D4吃 因为E6兵还在对方的这个攻击之下 那么在马D4交换之后啊 正好白棋有一步过门车C1的招法 那么在盲G6之后 向施D4啊 但是实际上 黑棋只需要简单的计算起步棋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应该说 子力大量的减少啊 那么黑棋 应该说有更好的机会啊 去取得一盘核棋啊 但是呢 在这盘对局当中呢 中村光呢 走了向到D6啊 那么应该说不是一步特别精准的招法啊 或者说应该黑棋还是继续保持着自己的局面的军事 但是呢 向F6啊 应该说是更清楚更干净的一个走法 可以保证黑棋呢 获得一个比较不错的军事的局面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向D6之后的走法 那么在向D6走完之后呢 棋盘上保留了更多的亲子 那么这对白棋 丁立人想要继续的给对方施加压力 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局当中车C2 准备车AC1继续沿着C线 威胁对方的C6码 那么对局当中呢 黑棋退马到17啊 那么白棋 马到第4 敌退我进 对方的C6码回去了 我们的马跳进去 威胁对方的16 那么黑棋呢 上向到第5 跟白棋的白根向进行交换 那么向市第5 马市第5 对局当中车AC1 继续的沿着这个C线去施加压力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走了车到第7 抬车去防守自己的这个D7横线 并且呢 避免被对方马C6所踢到 所以呢 对局当中走了车到第7 其实我在看这盘直播的时候啊 我有点想走马B6啊 因为回马到B6 双方已经换掉了白根向 然后把马呢 放到C4 看上去就可以 封堵住白棋的双车 但是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也不用担心 比如说白棋马C6跳上去 如果你这个时候车第7的话 我们正好可以回马到A5 守住C4格 让你跳不进来 下部呢 再走向第4 把你的马打开 那如果你要是车C8的话 那么现在马A5的话 就没那么好 因为车C2 车C2 我们摆一下啊 马A5 车C2 车C2 车C8又可以跟你换干净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个时候走车C8 白棋呢 反而可以 比如说车到第1 那么跟你去抢D线了 那在这个局面当中 我们威胁着对方的这个D6项 如果你向F8退回去的话 那么 比如说我们A5 摁住你的G7兵 你的这个马一跳到C4 我们还有车第7 侵入的招法 所以白棋呢 还是可以获得这个局面的主动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车AC走完之后 这也许是中村光 为什么没走马B6的原因 对局当中 走了车到第7 那么白棋 回马到B3 那么好骑 露出自己的向 这个随时准备向到第4 而且呢 这个马呢 还可以跳到C5 或者是A5去 这个回马是以退为进的 一步好骑 那么对局当中呢 黑棋在这的时候 走了向到一骑 也许在这的时候 黑棋意识到自己的向在第6 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所以呢 想要重新的调整到F6去 跟这个白棋的黑格向进行交换 所以对局当中 走了向到一骑 那么白棋冲兵H5 摁住对方的这个G7兵 那么让自己的兵走到白格 同时呢 控制住对方的G7 黑棋呢 在这的时候 走了向到F6 终于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那么想跟白棋的这个B2 向进行交换 另外一个招法 马F6直接威胁对方的兵呢 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呢 白棋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向 向F6打掉了 在向F6之后 我们再走车C6 一般性的一个原则 就是如果你局面稍差 想要寻求军事的话 尽量不要跟对方 换成不对称的局面 这种所谓不对称的局面 就比如说 这个对方有个马 你有一个像 或者是人家有个像 你有个马 如果你的局面稍差 尽量不要走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从经验上来说 那么现在车C6走完之后 我们马上就可以马C5了 那么白棋呢 就可以成功的给E6和A6施加压力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向B2打车 我们车到B1 你要是敢向A3吃掉的话 我们马C5踢上去 那么这个像 就会成为一个迷路的像 并且E6和A6斌 我们随时都可以挑着吃 随时可以吃回来 那么所以 在H5走完之后 黑棋没有退马到F6 而是向F6 跟丁丽人想要进行 黑格相的交换 那么在这的时候 丁丽人走了一步 我觉得不太精确的招法 导致自己的局面优势 突然一下就消失了 或者说自己的优势 这个就没有抓住 又重新的滑落到 从稍优又滑落到一个军事的一个局面了 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走了向到第四 那么先理解一下 为什么向第四不好 因为向第四走完之后 那么中村光马上抓住了机会 立刻冲兵E5 那么这个像就走到了C5的位置 那么向放到C5的话 实际上是不太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向在这条斜线上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而且封住了自己的两只车 自己的车就进不去 而且C5格明显是给自己的马更好的 那么也许是丁丽人在这个局面当中 想要尽量避免更多的子力交换 所以就走了向到第四 E5再向C5的这个变化 但实际上 如果白棋想要继续的获得一些优势的话 最好的招法就还是向F6交换 那么在马F6走完之后 对的 我们的H5兵要被捉死 但是实际上我们用这个兵也可以吸引黑棋的子力 走到棋盘的角落上去 那么这的时候我们在车C6进去 威胁E6 威胁A6 我们的双车还是很积极和灵活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要是马H5吃掉我的话 那我马C5跳进去 那么白棋马上就可以把自己气到的兵吃回来 而且黑棋的马现在在棋盘的边线上去 那么如果要是在这盘对局当中 最后黑棋走得非常非常精确的话 也许还会有一盘合棋 但是比如说在车E7车A6 举个例子 车吃A6马吃A6之后 那么白棋的这个后一多兵 那么将会在未来当中 创造出一只通路兵来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这个马位置又不好 那么下部车C5还随时可以抓 那么或者是马C7可以随时抓B5兵 那么白棋还是有非常好的迎起机会的 那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丁丽人也许是应该继续的交换这个项的 然后让自己的车走到C6 马跳到C5去 但是对局当中向第4 E5向C5之后呢 导致白棋的优势呢 有一些些滑落 双车被自己的项挡住 并且呢马也跳不到C5去了 对局当中向到第8 回撤准备这个马到F6 继继继继续的威胁我们的H5兵 那么在这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黑棋啊 现在可能啊 下到这的时候 这个中村光有点想要去获得一些优势了 所以呢 他回到向到第8 其实如果黑棋要想在这个局面当中继续奔合起走的话啊 更稳健的车C8应该是更好的 那么因为A8车啊 我们会看到 请你注意一下啊 现在已经是27步了 这个车呢 一直都没走啊 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到多少步的时候 这个A8车黑棋的A8车才终于动起来啊 那么在这的时候 其实车C8来跟白棋进行这个C线的争夺 或者是尽量交换 把生车交换掉 那么对于黑棋来说呢 获得一个合棋 以这种级别的棋手来说 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啊 但是呢 在对局当中 中村光也许在这的时候 有一些想法了 想要马F6跳回去 然后攻击H5 那么对局当中呢 白棋车第二啊 丁力人很敏锐的发现这一点 吊住对方的车 马到F6 车第7 马第7 车第1 车第1 马F6 那么看上去H5兵呢 还是要死掉的啊 那么丁力人向第6 抓对方的这个 E5兵啊 那么黑棋呢 跳马到G4 因为首先 如果你吃H5肯定不好 我们向E5啊 那么兵型的平衡被打破了 并且呢 白棋的子力位置明显是更好的啊 那么随时马C5跳进去 然后车第7可以走进去 那么 如果你在这的时候走E4啊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第4格就露出来了 所以啊 这个高手们下棋啊 兵型是非常讲究的 兵不能乱冲的 因为兵一乱冲啊 这个马第4一走啊 这个F5就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饭可以乱吃 兵是肯定不能乱冲的 对局当中走了马到G4啊 防守住自己的E5兵 那么丁力人呢 回向到C5 试探对方一下啊 那么在这的时候啊 这个中村光啊 可能又是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啊 就 其实他合棋就可以获得第二名了 但是他还想继续下下去啊 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不想回马到F6啊 而是走了向到H4 这步招法 我觉得有点是自寻 自寻烦恼啊 自寻麻烦的一步招法 应该就是白棋在这没有变招 那你为什么要变招呢 最为稍差一方的队员来说 马F6回去 可以继续的去威胁这个H5 向D6马G4之后 双方可能就是一盘合棋了 但是我相信啊 丁力人应该说 不会这么容易 就会让对方合棋的 那么白棋可以尝试走车D6 弃兵的变化 在马H5之后啊 车D7再走到对方的D7横线 那么比如说 对方如果要是走 王到G6的话 那我们可以考虑 车到D6再将 对方王F7回去 那车D7可能就是一个合棋啊 但是也许在这的时候 丁力人可能会考虑走什么 呃 或者是将军 王G6之后再向D6 我觉得有可能会这样下 下一步棋再走这个马到C5去啊 这也是唯一的 我能看到的 这个不多的白棋 可以继续战斗下去的这个走法啊 那么虽然少一个兵 但是呢 子力位置应该说 还是比较积极和活跃 而且马C5可以跳上去啊 那么应该说这个局面白棋 凭借着自己非常积极的棋子 还是会有一些补偿的 但是呢 在实战当中啊 我们来看看 这个中村光啊 走了向道H4 打F2 那么车D7将军 王到G8回去 不能王E8 因为G7要被吃掉 那么王到G8 兵到G3 在这的时候黑棋走了向道G5 我觉得这步向G5呢 又是一步不成熟的这个走法 也许在这的时候啊 最好的招法就是车D8了 打一个时间差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从大局观上来说 没有了 残局当中没有了后 车就是老大 那么白棋的车 已经卡住了对方的这个刺底线 所以黑棋在这就应该去这个 争夺这个开放线制造一些反击 如果车吃 向吃双方平安无事 那么应该说就是一个非常近似于军事的局面 那么比如说你向到D6下部可以马到C5 但是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比较好的招法 王F7 比如说你马C5的话 那么黑棋可以向到E棋 弃掉A6兵 那么在向E棋王E棋 马A6之后 对方可以在这儿王D6 虽然少一个兵 但是黑棋的王却是快得很 那么白棋的王呢 很慢 而且这个H5兵 H5兵随时都要被吃掉 那么黑棋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军 军事的局面 甚至是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还有一些机会 那么所以呢 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无论如何 肯定是应该让自己的车回出来 如果车D8 你走车A棋 避免交换车 在相机我车吃A6之后 黑棋可以车到D3 把对方的马赶走 而且随时车到D2 那么黑棋有非常好的 组织起非常有效的反击机会 但是呢 可能正如丁丽人所说 那么这个黑棋中村光 是精于小战术 精于这个战术局面 但是对这种概念性的招法 或者是这个理论性的 这种大局观的这种招法 可能并不是特别喜欢 或者是他并不是特别擅长 那么在这种局面当中 这个很多这种局面风格的骑手 可能一看就觉得自己A8车不好 肯定要调整出来 但是中村光呢 有两次机会都没有调整自己的车 走了向道G5 那么白棋忙到F1 黑棋在这是最后一个机会 还是应该走车到D8 去跟白棋去抢线 但是对局当中呢 中村光走了一步向道D8 根据赛后他自己说 他在这的时候时间比较少了 然后他也不知道该走什么 所以呢就回向了 那么这部棋呢 我在看直播的时候 我就特别特别的惊讶 因为我觉得无论走什么 这部棋也是不能走的 太消极了 那么这部棋走完之后 那么就导致自己的整个局面都出了问题了 所以肯定还是应该走车D8的 无论如何都是要走这部棋的 那么现在对局已经进行到了第35步 A8车还一动没动呢 那么也许是这个 中村光想要让丁丽人一只车 那么这个35步A8车还没有动过 对局当中车到B7 那么非常好的一步招法 因为马F6是一个踢霜 我们马F6是个踢霜 我们先把自己的车走开 让对方的马F6不是先手 如果你现在马F6的话 我们就可以向第6来打E5兵了 如果你E4 我们马跳到第4又上来了 所以车臂骑好骑 那么中村光在这 要跟丁丽人拼了 走了F4 对局GF EF 那么白棋丁丽人选择了E4 实际上在这的时候 EF我觉得也是足够赢的了 那么吃掉这个兵 对局当中走了E4 那么黑棋在这的时候 又走了一步不好的招法 向F6 那么也是一步坏棋 应该赶紧走F3 自己的马和兵控制住白棋的王 铸成一个长城 不让对方的王出动出来 比如说王G2走不了 王G1王H2出不来 那如果你要是马第4 想要进攻F3兵 我们可以马E5回去 这个局面的话 应该说 比如说你要是走向到第6 那么黑棋还可以车C8 你看 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车 加入到战斗当中 不能向E5 因为有车C1 但是在这的时候 这个中村光的很遗憾 又没有在自己的车走出来 对局当中向F6 马到第4 那么车到E8 正好王到G2 没有F3了 因为你车吃的话也不行 因为我们王F3 车吃王F3 正好是个抓双 那么已经没有F3的机会了 我们的王要钻出来了 对局当中马E5 白棋马F5跳上去 这个时候F3 但是王G3 跟刚才的局面 王在F1 马在G4的局面比的话 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的王位置更好 而且粘住了对方的F3 不让对方的马乱动 那么这个局面 应该说白棋的子力位置极佳 而黑棋的子力 比较消极 没有任何的作用 对局当中 马到C4 想要吃A3 但是这个A3 已经不是重点了 向到E7 要换掉这个F6向 从而可以更好地 进攻对方的G7 比如说向E7 马E7 往走开 然后马F5再回来 这个G7 并就要被吃掉 那么所以换向 黑棋不要换 向B2 白棋往F3吃掉 黑棋向A6 白棋往G3 这一步 避免对方马第二的乱僵 那么对局当中 走了这个马E5回去 那么黑棋向到C5 白棋向到C5 撤回来 准备威胁对方的G7 马到F7 那么白棋F3 在F3走完之后 黑棋的棋子全体力正 没有什么可以走的了 马动不了 因为马动车G7 这个车走了 也没有什么好位置 向在这的时候 对他走了向 走了向到C1 但是也没什么用 对局当中 车A7 要把A6吃死 对局当中 向到第二 如果你要是走车A6 想要横向的去保护住 自己的A6兵的话 但是马E7 比如说你王走到H7 然后我们再马G6 比如说你把马走到G5去 然后我们在这的时候 随时马F80 直接就要抽子了 所以在这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黑棋的王还有问题了 对局当中 向到第二 车到A6 多吃一兵 相依将军 王到G2 很冷静的一步棋 那么残局当中 一般原则 王都要上走 对吧 王要更靠近中心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 多兵了 而且我们的子力位置很好 所以不用把王离 对方的马离的那么近 现在王暂时也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回来 不添乱就可以了 对局当中 向C3 车A7掉住 马到G5 马到E7 王H8 马G6 王G8 那么这个局面的话 迎起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车到C2 抓这个向 没有什么好位置 向A3 向到E3 下一步随时车A2 要抓死对方的向 并且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已经夺兵了 当然黑棋在这 还可以继续下下去 但是对于这种级别的棋手来说 这个局面已经可以认输了 那么中村光在这个时候 亭中认输了 58步 那么也是一盘 非常长的对局了 那么正是凭借着 这盘对局的胜利 丁丽人 获得了 2022年 世界冠军 候选人赛的第二名 并且可以赢得 对抗 在2003年 参加世界冠军 对抗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对于丁丽人自己来说 或者整个全中国的奇迷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鼓舞 那我还记得在90年代 正是因为中国的前辈棋手 谢军老师 获得了 这个女子的世界冠军 才在中国 刮起了一阵国际象棋热潮 那么在那个时候 学习国际象棋的人 开始多了起来 那么相信丁丽人 如果要是能够 这个在世界冠军赛当中 那么获得胜利 那么成为中国的奇王 成为世界的奇王 那么将会对整个的 中国国际象棋界 非常有好处 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为丁丽人加油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凯奇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